拜见国主 战战战主叶天成 三年来争东完灭为行 开江万 两天前又斩杀北梁战神百渝 以北梁王称臣 战功标笔绝世无双 故赤锋为镇国王 天下兵马大元帅 你以特使身份 带着文认书 网上感觉惊叹 留在他身边听语 尊力 所有人 封锁机场要到 传结人流 若有半点差词 别怪我不讲青面 天爷 您可是军海市 1260万百姓 说一句一点不过分 在军海 您要谁死 严王也得照 什么人 让天爷如此心事动作 不该问 别问 这个人的身份 不是你能触碰的 还有 您说 还是对你有点笑 让他消停点 不然 谁也保不了你罗家 是是是 谢谢 谢谢 干嘛 我爸 父亲手头有点紧 紧紧好呗 你说 这工具搬转也能挣不上 啥意思 就是不给 我今天听就好 就好 这里 长得真不赖 叫什么 给哥 介绍认识是呗 这是 咱今天就算了 不然 今天你也得见识 我还就不放了 我还去呢 怎么让你啊 我们大哥可是 今天手作 天爷飞下 第一战将 马琴江湖人称马 你还敢还手 我想走去金海了 这天底下 我想去的地方 还没人呢 老大的口气 大哥来了 我看你怎么死 老大 您够啊 你知道 是谁 一小天就这么叫你们做事的吗 没什么大男 金海首席的名 你可叫他 林笑天来了呀 他也得跪着跟我说 大男 天 纵横金海 几十 十 十 战神 零海金海 分布 全神 无天 要把你碎尸关断 打去一口 我劝你啊 还是问问林笑天之后才放大话 三分钟 什么意思 喂 通知林笑天 三分钟之内赶到汉荣街邻居当主 好 否则死 林笑天 公营国产 不得死 不得死 通知林笑天 三分钟之内赶到汉荣街邻居当主 否则死 客室 接封业 你准备跑道 什么大人 大人家你三分钟之内到达林居当主 死 林居当主 林居当主 死 林居当主 死 林居当主 通知林笑天 三分钟之内赶到汉荣街邻居当主 否则死 让天三分钟过来见 小子 口气可不小啊 敢如我贴眼 杀我杀我杀我 来人 现在动手 你们都得死 我劝你们还是等着林笑天来了 或许还有一件生机 确定要打啊 小子 大言不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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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们 杀他 满车 好大的胆子 属下林笑天 快见大人 手下 金老大人 对 请大人责罚 林笑天 你不是这么管理精害的 林笑天之错 请大人责罚 我对你很失望 下不为例 否则自己领刺 想害死我 我 我看着这么多年 安前马后的份上 尽量替你求情 不行 你也在怪我 带走 天眼神 找命啊天眼 找命啊天眼 大人 这三年来遵照您的指示 暗中扶持您家 今晚的登天宴上 将会宣布 宁小姐中标 获得价值五百亿的点燃 您家将一举即身 金海玉米大丛 今晚过后 宁然小姐将成为 金海商界小铁 自首可热 请问大人 还有什么指示 做得很好 去准备吧 今晚的登天宴 不许有任何理论 南公里 你说我和他三年没有前 他这次见到我 会不会很开心啊 应该会吧 但属下没有谈过恋爱 不懂男女之情 不过属下只知道 三年前宁小姐的命是你给的 现在宁家的所有都是您给的 没意思 我一会儿要去宁氏集团 你别跟着啊 免得让他误会 你好 找你们宁总 你好先生请问有预约吗 嗯 你是谁找我们宁总什么事 啊 我是叶天成 找你们宁总聊点私事 你就是叶天成 不认识啊 帮我走吧 你稍坐一会儿 宁总正在开会 我去通报一下 哦 三结束 Peanut 舍队 我到处找你 你怎么还有心情在这喝咖啡啊 什么事这么着急 叶天成来了 叶天成 他确定没看错吗 你不是给我看过他照片吗 没错就是他 在一楼会合厅等着呢 什么办 宁走 过去的事就已经过去了 你们两个现在已经不是一个等级的人了 长痛不如短痛 这个事要是罗少知道 今晚的签约就完了 宁走 婚姻讲究的是门当户对 我刚才看见的 穿得普普通透 估计这些年混得也不怎么样 你必须这么做个了断 为了宁氏集团的幸福 为了你自己的幸福 帮我准备一份婚姻解除协议 再准备一千万送去 你走英明 千万 足够的后半辈子一时失忧了 那我先准备了 别怪我 为了宁氏集团我没办法 要快 只能快造化弄 罗沙 告诉您个事 您总未婚夫来了 我看来这不是 依然的未婚夫 你确定没看错 没错就是他 我马上过来 那您答应我的事 放心 少不了你好 好 叶天成是吧 宁总没空见你 签了这份协议赶紧走吧 什么意思啊 你少给我装 你跟宁总并非适时婚姻 只是口喉婚约 宁总心善给你一千万作为补偿 你别不识好胆 再闹下去 一分钱都没有 拿着你的一千万 赶紧走人 为什么 过了今晚 我们宁总就是精海的商业翘楚 接触的都是社会的上层名流 你就是个普通人 你跟我们宁总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 你拿什么配我们宁总 你的意思是我配不上他 算你有自知之名 你看看你穿的 婚线上下不过几百块钱 简直是一团乱泥 而我们宁总 注定是不无九天的存在 高不可摊 贵不可言 你拿什么配我们宁总呀 他高不可摊 笑什么笑 难道我说错了 目光短浅 我的身份不是你能想象的 你什么身份 你是由这家族资产过亿 等着你继承啊 还是你是某个高不可摊的存在 我们触碰不大 贴的不错 不过远远不住 说你胖你还喘什么 你好话反话听不懂是吧 赶紧签了字走人 你再闹一分补偿都拿不到 快点我赶时间 是宁依然的意思吗 我不信让他亲自来找我 怎么 他连见我一面都不愿意了吗 天正 别怪我 天正 别怪我 宁依然 他说的是真的吗 期待了三年的见面 没想到会变成现在这样 你对着气我吗 你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告诉我 为什么 因为不爱了 这个理由够不够 人是会变的 斯雅说的没错 我和你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现在的你 已经不适合我了 一千万不够可以加 我们好去好散 别让我瞧不起 所以 是因为我求 不 不是钱的问题 我的男人应该强大 和我走得更高更远 看看现在的你 你我身份悬术太大 这样不对等的婚姻 一定不会长久的 我已经不是三年前的一无事处了 我可以和你走得更高 更远 你还嫌你自己贴近了 你现在一无事处 那什么和得更高更远 我的权势 岂是你能知道的 好大的口气啊 仅以之望 只会看到送口的天 尤其会知道我们上流社会的天 大 依然 这是上次见我父母时 给你的十一项目合同 就当是我罗家的 谢谢罗上 要是没有您的提携 凌事集团哪有今天 可不像母亲 只知道上门胡搅 谢父母 财礼 原来这才说吧 找个强大的男人做靠山有错吗 为了您家平不清 因为我有错吗 因为我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终于没有公布 拿着信号 与你活半生无忧 三年砍情 终究是错付了 好 我签 带上你的赔偿 留个老公会要吧 大人 林小天打来电话说 罗家愿意献出一半的家产 请求你哪天方便时 能与他共进晚餐 罗家 罗爸道的家 是 这林小天说 罗家这些年一直在帮他做事 这扶持宁家那边 也是罗家出的面 这些年也算兢兢业业 敬心敬业 你要回绝吗 难怪宁家把罗爸道当救世主啊 冒购 告诉林小天 今晚登天宴上街 可是你和宁小姐不是已经 所以才更要过去 是 现在请求点 就是他 罗山有令 拦住 交给你了 罗山住 爸找我什么事 林小天那边情况如何 爸 你就放心吧 宁依然还不知道真相 等今晚中标后 我就向他求婚 最多半年 整个宁家 都将落入我罗家之手 听好了 今晚 会有一位大人物过来 我罗家 能否一飞从天 就再此一举 若是搞啥 我饶不了你 没有 罗总 什么事这么开心 一点琐事啊 看到没有 掌管京海 参与娱乐的 肖家主 肖公中 掌管京海 金融贸易的 徐家族 徐泽明 掌管京海 交通物流的 魏家族 魏子腾 各个都是身价万亿的 顶级世家 这么说 京海无数人的生死 只在他们的心念之间 那天野呢 天野 掌握在场所有人的生死 是整个京海的天 走 来你认识一下 三位师伯 介绍一下 这位是 宁氏集团的 漂亮 宁总真是光彩造人 听说 今晚的总标 绝对好 毫无悬念 恭喜恭喜 有空到我公司来坐坐 那是我的荣幸 坐 三位家主抱歉 试试一下 怎么了 那个红蛋主意来了 他怎么来了 肯定是来死缠烂打 破坏签约的 这种认真卑鄙 别生气 你几个垃圾儿 赶出去就是了 你来这儿 想干什么 当然 是来收账了 当然 是来收账了 收账 收什么账 我看你是想死缠烂打 要更多赔偿的吧 你这种渣男 我欠多了 那你可真不行 好去好散不好吗 你这样是说让人厌恶 谁让你进来 赶紧滚蛋 我想进到这个 还没人能拦得住 狂妄 今晚名流 齐聚于此 各个人中龙凤 你一个社会不曾 龙一样的存在 有什么资格擅闯到这里 你还想对着一瓶钱 死缠烂打 我看你就是想招死 这个世界上能让我死的人 还不存在呢 你跟我下 好大的口气 加上我肖家呢 在金台 每一颗粮食 每一滴水 都在我肖家 掌控制上 只要我一句话 断了粮食和水 你 拿什么 我 我够 是吗 既然如此 那再加上我许家 只需我一个电话 你的金卡 叫你冻结 别说整个金海 就是全国各地 任何地方都取不到一分钱 没有钱 我看你这么慌 还是不够 那加上我喂一下 我只需一个招呼 让你在金海 打不到车 买不到票 没水 没凉 没车 没钱 寸不 你能不能务实一点 在我面前说大话也算了 在他们面前 不能不敬 赶紧道歉 或许还有一条生路 我说了呀 他们还不够资格 既然如此 那再加上我罗家呢 罗家 没错 罗家 深得金海 手作天爷 带威举办这场 签约旧 更是用大人物亲自 指名道姓 可见 对我罗家之重视 现在 你觉得还不够吗 跪下 所有人 道歉 罗家 算什么东西 罗家 算什么东西 可笑至极 你一个社会底层 闻 无官职在身 无 无腹肌之力 且 无存款半分 随便一颗小拇指 就可以碾死你 你拿什么跟我狂 你拿什么跟我斗 既然你一心求死 那我便成全你 来人 神经的为你不走 非欲无门你天头 我已经尽力网络 奈何你非要找死 给我先打烂他的 我倒是要开 下口 我又 坐下 狂妄自大 自以为是 从口无传 目光短前 不要当马虎 南宫离见过 无许多离 你在后着吧 跑不退 等死吗 慢着 又一 你又是谁 你知道山窗这的后果 你不需要知道我是谁 你只需要知道 得罪你面前这位大人 你们一个个都跑不了 看来你要保他 你够资格吗 凭一句话就能灭了罗家 又来一个吹牛的 真是无以类居啊 我罗家在京海百年不倒 府上高手如云 又深得京海首作天一信任 今晚更是有幸结交一位大人 有望 一步 三天 这样的存在 你都敢大言不惭 说一言可灭 就凭你这张会吹牛的嘴 你 你 你敢打我 我要你活不活今晚 我 喂 从府上掉两名大宗师和一百战将过来 今晚 不要借血 借血都没意思 我让你知道什么叫绝望 给林小军打电话 现在他三分钟之内赶过来 否则 这京海首作的位置 他就没必要做 容小姐 您作为第一世家长公主 怎么会跑到我们京海 凤家父之命 后来相亲 哦 不知道京海哪位青年才俊 如此是能得您的垂青 对不起 我接个电话 喂 三分钟之内赶到我给你发的地方 否则京海首作 没了 您走 公司是你全部的心血 这个混蛋疯了 咱们不能跟着疯 赶紧撇清干系 不然今晚的签约就完了 这下你满意了 你想死 别连累我 就凭他们 你放心 你我再无瓜可 我的事与你无关 你的事也与我 一会儿你就追了 今天我就坐这儿 看谁能杀得了 够了一天成 你以为自己是天爷吗 这日为止你也敢做 赶紧下来 否则京海明流 我会放过你的 天爷味道 所有人都得站着恭候 你这是以下犯上 今夜谁都救不了 你今晚要死的人 你除了会说大话还会什么 看在曾经在一起过的份上 只要你肯收手 跟大家道歉 我可以豁出一切来帮你 或许还有一些生气 给我桥归桥 路归路 你现在帮我 不过是为了塑造你那完美无瑕的人设 来迎娶这今晚的红标 你不说 我没有 这人简直是无法无天 固执尊卑 四亿万为 诸位 此人 擅自闯入 冲撞各位明流 可就罪该万死 我提议 当场审判此人 将其打入地牢 勇士不得再见阳光 书其冲撞我等 上流人士之罪 和好 可以 很好同意 在京海 所有明流的路火 除了天爷 无人可到 你还不顾一下 你不认错 要不然 你将死无造身之地 放死 再 一刀斩了你 哟 好啊 武人的不行 来武人的呀 武的你们更不行 在场的诸位 谁家没有几个大宗师啊 嗯 小家 徐家 魏家 更有 神作真 请问这位小姐 你 这位正真 杀你 不够 好 京海 能杀我的人 我 但敢杀我的人 除了天爷 再无第二人 否则 天爷不答应 京海三大战神 千人宗师万人 战相 更不会答应 谁给你的自信 就算你是战神 也不行 更何况 你看着啊 就像是一个 不知天高地富 会虚强声势的 不动人 恐怕 你连刀都拔不出来吧 敢对罗少拔刀 我肖家 第一个不答应 就算你逃到天眼海角 我徐家的高手 也必杀之 小姑娘 怕你不知道 此次怎么写吧 敢拔刀 先死的 肯定是你 看到没 这 就是京海的怒火 来来来来 刚才哪这时候 打的我 自己砍了 或许还有一条生路 等我 可不止 那么简单了 哎呀 京海地牢空空 是时候 有人真去暖暖家子了 不用跟他们废话 直接打入地牢算了 别说 一个虚张绅士的小丫头 和一个指挥方 大话的废 就算战神在我们面前 也得向京海民流 跪下 没错 我等京海民流 会不可言 其实什么阿猫阿狗 你不知道 必须严重不大 大家只说得对 这种歪风邪气 一定要打压下去 否则 后面的人 人人笑发 我等尊严何在 直接 砍了 太便宜了 我为家响应 罗绍刚才的提议 打入地牢 以众京海 多谢三位家主支持 京海民流威严 不容挑衅 这是铁律 此事若处理不当 会被天下名流 笑话 我等无能 年夜内 也 交 诸位 地下如何 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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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动手吧 烦醒 诸位家族 通知京阐 三大战神 千余宗师 万余战将 统统过来 今晚 我们这些名流贵族 要向这些 低层楼 以亮剑 让他们知道 什么叫做 权贵 不容挑衅 什么叫做 上下 尊碑 没错 各位 打电话叫人吧 金海首座 天野道 各位 叫人 快叫人 天野道 天野 天野来了 天野到了 刚才啊 只是打入地牢 那么紧的 你可能 还有一口气 狗言惨喘 天野一到 你就等着 做骨牙徽吧 你的倚仗 就是他呀 珍惜最后的时光 笑吧 你的路 我误了 林总 那种就是 金海首座的天野 咱们赶快过去吧 还不快起来 我要是起来 那再产各位 就没有人 有资格作证 这个时候了 你还说大话 快去给天野道歉 争取一线生机 你要是再一一孤行 没人能救得了人 说过 没人杀得了我 但是你呀 金钱地位全是 对你就这么重要 看来你消失这三年 已经完全通离现实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金钱 寸步难行 没有地位 说话谁 没有权势 任务 行刑吧 作为男人 你更应该 自发途强 在座的每一位 都是你这辈子 都突击不到的存在 他们一起活 能让你在金海 寸步难行 给哪来的用 凭什么夸夸其他 面子和尊严 有那么重要吗 活着 没有武器 命总 你错了 高明绿路 不过浮云 死后人 不过一波黄 自由和快乐才是 况且你怎么知道 我不是他们高不可判的存在呢 喂 爸 你找我 女儿 你爷爷并行加重 各方蠢蠢欲动 吴家更是派人上门 从疲联姻之势 语气强势霸道 你那边 得抓紧时间 爸拖不了多久 爸 我知道了 来人 小姐 发生什么事了 马上查一下 叶天成在哪 不用查了 他应该去了签约酒会 毕竟跟他未婚妻有关 小姐 您是打算亲自过去吗 不请自去 会不会不够矜持 有事您和家族的名声 都什么时候了 还管这些 马上备车 带上礼物 去跟你家小姐 抢男人 父亲 您怎么来了 据可靠消息 荣思烟去了京海 目的部 你跑一趟 查清目的 不必将他带回来 你大哥 虽然残废 但捕狼不取妻 荣家这门情 正好 父亲英明 这荣家 富可敌国 荣家大小姐 也是美若先仙 佩大哥 再合适不过了 你小子 可不能松懈 想取国主 孙女为妻 可不容易 父亲 您放心 以我们五家的事 再加上我战神的实力 敢问这天下 还有谁 并合适 大伯 真的是 谁敢 这是依靠我们五家 不 全天下 谁都惹不起的人 这 不是你还关心的 去吧 是 去 我 恭喜天爷 恭喜天爷 大家 进门就听见你们在争吵 发生什么事了 哎呀 您还不知道呢 溜进来一只老鼠 老鼠 你就是这么操办 这次千月九日 贵的 天爷误会误会 不是真老鼠 但比真老鼠 更可恶 恍望至极 不至尊卑 晚辈 这就将他抢出去 也脏了您的眼睛啊 那我倒要看看 谁这么大胆子 再来这儿闹事 就他 宁主 前男友 分手了 还死缠烂的啊 追到这儿来大放厥词 嚣张跋扈 惹弄众人 晚辈啊 刚刚提议审判此人 将他 一劳 您就来了 晚辈这就请人 将这个不知死活的臭老鼠 赶出去 听好了 你今天 犯下三大罪状 天理难容 其一 宁总不惜 愚尊降跪 与你恋爱 你却不知上进 一事无成 甚至无故消失三年 分手后 宁总大度 给你高额补偿 希望你后半生无忧 你却贪得无厌 不知进取 丢尽男人脸面 此乃 贪婪之罪 其二 你这只臭老鼠 溜进这等灌溉云集的 上流场所 冲撞各位名流 不知尊卑 此乃 不公之罪 其三 天爷 乃惊害第一人 身份尊贵 你却对他知乎其名 大喊大叫 我等 好言相劝 你却辩本加厉 目空一切 嚣张至极 此乃 大不敬之罪啊 天爷 三罪其罚 此人 我输 三罪 兵法 此人 输 此此 罪不可恕 冥顽不灵 吕教不敢 利用严肃处置 以证精骇 清明奉进 不禁我等 善口 不禁天爷 将赶尽杀绝 以尽 效尤 天爷 这个人罪该万死 明总跟他再无瓜葛 再少的人都可以作证 但是希望天爷 不要宁了年事集团 免了你 别错 不动 可以证明 晚辈您依然败见天爷 晚辈和他确实已经遵守 并无瓜葛 无论天爷做出什么样的处罚 晚辈都无意义 并坚决支持 只不过 很请天爷往开一面 放他一条生命 好 谁给你这么大胆子 天爷 是 责怪我的 没有及时清理这只臭老鼠吗 是啊 天爷 我们现在立刻清理 该清理的是你们 天爷 那您的意思是 算什么东西啊 居然断人生死 鬼神 天爷 可是 责怪我等有不妥之处 还请天爷迷失 我等好改正 是啊 天爷息怒 林笑天 还不快滚过来 林笑天 还不快滚过来 你真是疯了 亏我还听你求情总 您就是心善 这个人想死就让他去死吧 别连累咱们 谁敢放肆 到时候谁 闭嘴 金海什么时候轮到你做主了 对 天爷 这是 也不闭嘴 大人 大人什么意思 难道 不想报复身份 也对 您依然已经放弃婚约 大人再无暴露身份必要 在场也无一人有资格知道大人身份 金海 林笑天 拜见 南宫将军 属下林笑天 拜见 南宫将军 哎 将军 难道他就是传说中的五只南宫李 这 怎么可能 这 这 这不可能 林笑天来迟 请南宫将军责罚 你确实该罚 你看看你管理的金海 都是些什么无核之众 不过 你让我大开眼界 这金海的权贵 可真是威风的井呢 将军 教训的是 我一定给您一个 满意的答案 他们说这是 金海最高处 我不配做 那是他们 有眼无助 他们要断我粮 断我水 断我卡 断我生路 先断他们的生路 他们说 我败下了不勾 不气 贪婪三大岁 要将我打入那 永无天日的地牢 苟延残喘 生不如死 该打入地牢的 是他们 先生 你上不过 那我就确实不够了 好大的胆子 师爷 怎么会这样 师爷 小心人活生 天爷 我不服 若此座位 南宫将近座 我等 心服口服 但他一个 平英无亲之辈也配 平什么 就凭他 就凭他是南宫将军敬佩的人 够不够 将军师 为何能存贵 怎么可能 有去人下呀 不 这一定不是真的 对 天爷 你一定是错了 将军高高在上 全贵无数 他怎么可能来这啊 别说 你总算来了 你一夜为我做主啊 立志 还得快跪下 混账东西 通屋车了 我是怎么定住你呢 妈 这是为什么呀 那他 他就是你 你是不是 那个杀人我 你还有脸问 宅山定住过你 你呢 都干了些什么 他真是将军啊 天爷说是 就一定是 天爷用的做骗你 我摸一声音 就你 这样一个逆子 罗家旗带先祖 猴心力选 金金业业 不够听您道歉 就差一步成天 逆子 逆子 你对得起 列祖列宗吗 不怕 我不这么这样呀 我不想呀 我也不想呀 我也不想啊 天爷 主怪我教职无法 看在我 多年金金业业的份上 网开一面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天爷 请你网开一面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天作念 游可活 自作念 不可活 天爷 看着我多年 干前马后的 你非得如此 白天 我可警告过你 天爷 你既然如此觉醒 就不怪我不义 你想干什么 哈哈哈哈 断我如此生物 就是断我罗家血脉 你还想问我 干什么 本来 还想赢人几年 既然 你不给我罗家活路 那我也不装了 杀了你 金海手作就是我的 诸位 天爷无道 屁户万人 欺压我金海民流 不仁不义 今天更是要滥杀无辜 这种人 还配当金海手作吗 屁户万人 欺压自己人 这种人就不配当手作 没错 胡家主 你想做什么 尽管做 我等支持你 既然 不给我们活路 那我们就打打他 打打他 李小天 民意战士 整个金海民流 都反对你 当手作 你还有何话可说 交出大意 自己下台 还能留得一点体面 就凭你们 你想赶我下台 你想取而代之 我不仅是金海手作 更是战胜集团 金海丰富辞的人 凭什么取而代之 我不仅是金海首座 更是战胜集团 金海分部负责人 你凭什么取而代之 我拢了这 战胜集团 金海分部的高厂 你将你加空 大家人民支持 在承诺 每年多上交一倍红令 利益驱使之下 必然能作为 战胜集团 金海分部宝座 倒有几分道理 那首座之位呢 又明明什么 请我女儿 你加入东周镇 走府上 能为真守大人 赤则小倩 大人 是你顶头上市 守座位置归属 他老人家一言而绝 够不够 原来是搭上这条线 倒是会钻影 不过还是不够 不信电话问问 我知道规矩 不死位置不能换人 可要是你死 南宫将军在这 凭什么傻 凭我一个月前 突破到战神界 凭我罗家三位大宗师 百余战将 千余史诗 已经将此封锁 苍蝇难飞 凭我能缠住 南宫将军一斩杂的时间 这个时间 足以让部下斩杀你一万次 你说够不够 对 哈哈哈哈 爸 您威武呀 我就知道 您不会看着我死的 既然 天爷不让我们好过 那我们就反了他 景海首座 人人可坐 等我爸当上了 金海首座 绝对不会包庇 外人 让我们团结一心 共同进退 更上一层楼 罗少言之有理 罗家主英明啊 罗家主 居然突破之战神境 可喜可贺 理应坐着首座之位 我等金海民流 一定联名万人书 推罗家主 做金海首座 此来金海民意 对对对 民意所在 罗家主理应担当 金海首座 大家说对不对 对对对 林小军 首座之位已破 三神殿 金海分布之位 一解 生死都在我一念之间 一手一仗 全部崩塌了 现在还有何话可说 说你 自以为是 还是不够 不信 你可以试试 民主义铁舍 是密不 那就让你死个明白 来人 罗家主 南宫将军 你我死在 短时间难分身 你 左右不了结果 不如 一旁关系 变得伤了何事 事后 我罗家 奉上千亿之金 作为大仙 怎么样 不怎么样 林孝天不给罗家活 罗家没得选 唯有战死到底 等部下斩杀林孝天 赶来支援 人海战术之下 南宫将军 就算实力过人 也免不了 相消遇 何必呢 你哪里来的自信 能拦得住我一盏茶时间 南宫将军 非要一一孤行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 既然如此 那便战 听我号令 斩杀林孝天者 三百一 杀 你怎么 可能一招废我修为 你只不过是战神境初截 而我 早已是中截 就算是面对高阶战神 也有一战之力 杀你 只不过是挥手之间 把底牌都亮出来吧 让你明白 你是怎么死的 老家完了 就是你的 我老家托着 万劫不复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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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怕怕怕 不可能 这不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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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我 啊 告诉我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啊 啊 哈哈哈哈哈哈 我罗家发达了 所有的一切 所有的一切 都是我的 整个京海 都是我 罗家的 他们俩给我压下去 等你不发落 为什么 啊 为什么 啊 啊 啊 为什么 啊 为什么 今晚过后 你为什么 罗家从 金海除名 谁同意 谁反对 嘿嘿 这就是你选的 强大男人啊 三年前 你说你会 守我一生 我便拼了命的救你 这三年后 我回来 你却是 一直退关婚约 这些我都不怪你 是你的选择而已 但你不该羞辱我 背叛我 你我之前 该做个了断了 为了家族昌盛 我有什么错 你扣得离谱 你已有婚约 却勾三搭四 不守不当 你目光浅薄 不识真聋 错把罗家蠢货 当成宝 你狂妄自大 自以为是 却不知这一切 是有人在背后扶持 不 不想着 我宁家的一切 都是我辛辛苦苦拼来的 不重要的 我会收回这三年来 我给你的一切 从此以后 你我再无瓜葛 你什么意思 就算我们宁氏有人扶持 也绝不可能是你 就算宁氏集团有人扶持 也绝对不是你 我闭嘴 没你说话的份 你平时不打我 就算你是将军 你有什么资格 你这种蠢货 打你都脏手 别 别说了 我承认对不起你 可这三年来 你又可以过我什么 林小姐 你未免太高看自己了 平一 您这是何意 你宁家 在金海 属于墨流 凭什么三年 就可以达到别的家族 两三代人 都达不到的高度 你真以为 自己是天之骄纵 商业奇才 我战神集团 五百亿的订单 又凭什么要交给你 还请天一明示 到底是谁在背后帮我 慢慢误吧 您走 就算咱们真的有人扶持 也绝对不可能是这个混蛋 该你们了 说吧 该怎么解决 天一 难攻解决 这都是误会 误会 误会 对对对 都是误会 天一 站住来 尽管的人端 都是罗家 罗霸道 是不是 我们都是 为蒙天的 蒙天的 对对对 没事没事没事 天一 我们不知情 所谓不知者 无罪吗 还请南宫将军和天爷 高抬贵受 我可以免 蒙骗 是蒙骗 那个天一 和南宫将军 想让我们 怎么赔利道歉 登险 登险 对对对 天一 我等亲信 罗马塔 确实不开 这是 我们 尽力的道歉 要他 要法 绝无二话 好吧 绝无二话 对对对 我王家宇愿 赔利道歉 我张家宇愿 赔利道歉 我张家宇愿 道歉 我无缘无故 就要遭你们审判 要将我打入地牢 而你们做错了事 只需道歉两日 既然你们喜欢将人打入地牢 那就将你们 全部打入地牢 这位先生说 真幽默 这会搞笑 这会搞气氛 对对对 你什么意思 听不懂人 天爷 蓝光将军 在场的无疑是金海 位高权重 一身和好 对金海 做出了巨大的攻击 平坦一句话 把我们打入地牢 我 我不服 憋着 我乡家在金海 好歹也是 极家族之一 就一误会 把我等打入地牢 恐怕太冤枉了 没错 若把我们打入地牢 整个金海的经济民生 就会崩溃 民歇业 车难行 民不良生 爷 你确定要这么做 这点手段 威胁我 这点手段 敢威胁我 天爷严重了 我等 运赔礼大欠 我等也是无形之势 罪不至死 何必 敢尽杀绝啊 嘿呀 若赔礼道歉可以 但是 要把我等打入地牢 是我徐家 难以草民 我王家也不答应 我王爷也不答应 赵家也不答应 你能得到 千爷和南宫将军的庇护 的确定 但是 如果说 英海 英海我们 民生经济 将倒退 十年 爷亲人 我奉劝你一句 凡事 适可而止 得饶人处 且饶人 否则 引来 京海世家名流的反扑 你拿什么 是吗 当然 南宫将军 比高强 但是 整个京海 战神三里 大宗师千亿 战将万举 此事 更是有十万之重 如果 他们一拥而上 南宫将军 必死 可是 看你怎么死 战神三里啊 大宗师千亿 战将万举 此事十万人 再加一倍 也不够挥手可憐 为了你那点可笑的尊严 让整个京海 紧战火 咱一千两百六十万人 刘李世总 你还是 放肆 什么 天爷 你还要继续坦污他吗 要与 整个京海名流为敌吗 那又如何 好 既然如此 那我徐策铭 就向诸位 郑重的倡议 诸位 可愿意与我合作 共同抵制 他天爷的强权暴凌 我肖家 绝对跟随徐家 坚决抵制 我问一下 跟随徐家 坚决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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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雷 看到没 您已凶群 事不可当 你还是放弃了 自以为是 目光短浅 这京海名流 确实 该好好整理了 好 既然你们找死 那我便成全你们 两公里 吩咐下去 三分钟之内 先让徐签过去 既然你们小玩 那我便赔 我学家资产 千亿 在整个京海 也是数一数二的 将军 你最多不百亿 你俩一个百亿资产的将军 三分钟之内 搞不好我 五千亿的家族 简直是可笑 你懂不懂 少爷 别说是南宫将 就是他千亿 三分钟之内 我办不到 我确实办不到 不过 南宫将军 意图反掌 一个将军 是在战场上 不是商场 他平时 我哪有百亿资产 我一亿都拿不出来 但是要让你徐家破产 一条短信足矣 装神弄困 拭目以待 要让我徐家三分钟之内破产 不分有五倍的资金 强势同定 千亿 不可否认 这个数目 任何一个家族都可以 但是 三分钟之内 谁也就 我都想见 既然 你个事不已待 那我们个事不已待 看谁能笑到最后 喂 不好了 集团招作不明举机 股市暴跌 所有供应商来店 要求解约 所有货商推倒欠款 金融总行 总是发来款待你 有关部门上门查税 集团 恐怕 要有什么 你再说一遍 你 到底是谁 你真的跑啥了 怎么可能 我不服 你 想个真害 没人能指得了你们 都说 主下建议 调一把大尊师 连夜摸上去 渗透到敌址 等战斗大侠 迅速投信 敌址摧毁敌址 敌址 当然可行 接下来 就有本部帅 亲自带队 几慢 只是 既有我提出 自然有我带队 你干说什么 有人要让我们学家破产 真正找死 以前我就 别问我们京东的时间 南国将军 等我大哥一到 看你怎么猖狂 学家主 明大哥是 徐震 莫非就是 十万军宝的龙 取敌人手机的 徐震 当然 太好了 他可是战胜井内 巅峰强盛 战争 无敌 没想到 徐家主 这么强的 真浓 太低调了 这事结束 我做东 徐家主 把甲兄 交出来 闪开点 好吧 没问题 没问题 徐家主 可是南公将军也很厉害 资产真的能追回来吗 追回资产那算什么 南公将军 虽然你是个将军 但是 我大哥 是一军的东帅 十位比你高 手握十万大军 全是套天 更是前几天 要入京海坐镇 维护一方平安 你让京海动荡 正好 给我大哥关系 等他一到 看起这么个的交代 什么 京海都帅 位置比南公将军还高 手握十万兵权 凌总 咱们有救了 叶天成 你不是喜欢吹牛吗 继续吹 我看你怎么收场 许家主 立兄 真的是都管我们京海的 那不正好管我们吗 小家主 这等大事 徐家主 怎能撒谎 这下 有人指示公道了 等他有空的时候 咱们进去 好 你还要庇护他吗 林小天 如果你放弃他 想必 诸位一定会 一如既往地拥戴你 做京海的首富 否则 你将会成为 京海的 对着无自量 徐政来了 又怎样 好 好 既然你天眼 要一条道走到黑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船爷 按规矩 您不管京海的死活 都帅 完全可以取而代之 皆管京海的一切死活 您 拿什么笔 我不相信 他还有余力 让南宫将军发一条短信 让我魏家 也不成了 叶天成 你倚仗的不过是南宫将军跟天爷 都帅一道 天爷将会被取代 南宫将军 你死是财重 我看你还拿什么叫嚣 你不是喜欢吹牛吗 继续吹啊 我看你怎么收场 没错 我也不信还有余力 要不让南宫将军 再发一条短信 让我魏家 也够惨了 不信 按京海所有民流世家的生计累积来算 是十万亿资金 除非 有三十万亿资金砸进来 否则 无法撼动我的分号 那么 就请我们的南宫将军 也是小刀 让我等 开开眼 让我们金海世家民流 获惨 是怎么一个光景 我也不信 对 我也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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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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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总 你看到了吗 一旦金海的民流团结起来 是何等的威风 何等的霸道 真是少流社会的风采 令人像吗 郝小姐说的对 他天爷 压我等金海民流一头 我等无理反抗 还好我大哥 前几日掉入金海 与天爷分庭抗礼 否则 今日还真的 还是 东上威武 还请 祝我仪式集团一二 好说好说 叶天丑 你不过外强中干 天爷和南宫将军 已经被压制 你还不滚过来 给金海的民流 磕头 道歉 冤作孽 有可活 自作孽 不可活 你们在自取此路 既然他们不信 那就证明给他们看 下一个 消耗家和魏军 一定解决 谁等在金海上去 谁等在金海都是 又有好戏看了 先等等吧 林小天 你这金海还真是卧骨藏龙 让您见想 来的是金海都帅 徐阵 来的正好 这金海首作管民 都帅管军 军民分支这是铁军 谁给他的担子 那地方事务插手 看来这金海不仅明灵要管 那军方更要证 真是不算吗 不会有错吧 你还是 这下咱们你救了 独算大人 味高全都 十里非凡 这下可以压制 能够让人和天天 他找没有用 过会儿 咱们去拜见一下 没想到许家 还有这样的尊龙天子 许家要飞鸿腾达了 以后得给许家 多亲亲亲亲亲亲 咱们也先去拜见 免得生日离说 铁军 你快跑吧 你难过我将近只能带着你跑 应该没人拦得住 我在你心里就如此不堪 你敢算 一个都帅儿 有何会 这人坐着南墙也不知道会痛 不要客气 你管他干什么 他一个人想死 咱们谁也拦不住 我们许家破产了 你可要注释公道 兄弟不必经 维兄此次前来 清算了十万大军 还有一千名大宗师 把这里重重包围 更有一万辆坎克和火箭炮锁定 一千辆战斗机枕装待发 但当我一声令下 这算是谁 都死了 我倒想看看 究竟是谁那么猖狂 敢让我们许家 破产的 肖家家主 肖光中 见过独帅大人 肖家主有礼 独帅大人不远千里 来为我的主持公道 敢提 刚才 有人让徐家破产 甚至扬言 让全场世家民流 通通破产 而且还要打入地牢 敢骑牙金海民流 这是独门金海团 是谁 欺我徐震的刀 独独立 为家家 为此头 见过独帅 多谢独帅执言唱 还请独帅 就金海民流 于水火 独帅手作 林孝天何在 是你 有总为盲 天爷碧虎 我的有冤难生 有苦难说 独帅 你要主持公道 还金海民流 太平 王家也恳请独帅 为金海主持公道 还金海一个 太平 王家也恳请独帅 主持公道 还金海太平 王家也恳请独帅 主持公道 还金海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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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 这林孝天助纣为律 按照有关规定 接下来金海的一切事物 由本独帅 实际 守护一方 是本独帅的侄子 既然 各位有所求 那本独帅 子无旁贷 那我想问问 到底是谁 干独帅 金海的安定大局 你站出来 把独帅削了你的脑袋 宜正国法 以捍卫 我金海民流的 非言 多谢独帅 替我等主持公道 你是谁 您家您一人 建国独帅 我听说过你 金海新一代的商业俏处 很是了得 主委放心 今天 你们的冤 还深 你们的不公 我来平 林小天 你包庇外 打压金海民流 一遇何为 怎么 金海的大局不要了 金海的脸面不要了 你对得起 你脚下踩着的 三千六百平方公里的土地 和金海一千二百六十万人民 对你的信任吗 本手做做事 问心无愧 需要向你汇报吗 地方事务归我管 你插手地方事务 你想犯法吗 烧地我扣狗帽 你信不信 我一直能说 把你扣狗 那是你的权利 尽管告就是了 看来 你是铁了心要乱没了 我倒想看看 是谁 值得咱们林小天手作 如此的庇护 你们两个站着 他坐着 相逼 林小天庇护的那个人 就是你 说出你的身份 连我都不认识 你是如何做到 这金海独帅的位置 好大个口气 你到底是谁 杜帅 他就是一个 不思进取 陆卢为的社会底层 被宁总分手之后 跑来胡搅蛮缠 直接赶出去就是了 一个普通人 怎么可能值得 林小天如此的逼用 他真的就是个普通人 我们宁总最清楚了 杜帅 我们大学相识 他的事情 我最清楚 平平无奇 家里也是普普通通 不可能是什么大人 不过 至于天爷为何包庇他 就不得而知 有眼无珠 你又 连我都不认识 你是怎么做到 金海独帅的位置 你 果然是 无法无天 西亚金海名流 搅乱一方平安 暗罪当中 林小天 他不敢管的是 本独帅来的 林小天 他不敢杀的人 本独帅来杀 你们刚才不是很狂吗 再狂了 你们不是一条短信 就是让我学家破产吗 继续啊 你我大哥在 不看你们的嚣张到什么时候 有多帅主是公道 一切都是吃尾王梁 都是笑话 笑话 笑话 南宫将军 为了一个 被林总 甩掉的废物 何必呢 放弃吧 当然 你确定要怎么做吗 当然 为乎一方的武艇 是你我的侄子 既然你失职了 那就赞由本独帅 来冲着大局 就算你走到国去 也是本独帅 你又确定 自己能承担得了后果吗 为守护精彩而战 就算死 我 武汉 既然你想死 那我就不敢了 别怪我 没提醒你 来人 让我把他们给抓起 胆敢反抗 格杀勿乱 来人 把他们给抓起来 胆敢反抗 格杀勿论 等一下 你好好看看 这是什么 令牌 特使令牌 你是特使 谁的特使 你看看不就知道了 给你机会 别自误 你是特使 又的 金海 归本独帅管辖 就算你是特使 你犯了错 我照样抓你 可不如特使令牌 招死 徐独帅 看在同朝为官的份上 提醒你 他 博主特使 谁知道 这令牌是不是 本独帅今天 一定要主持公告 徐独帅 南宫将军的身份 作证 岂能作假 是你自己 不承认吧 特使 代表国主威严 你丢弃令牌 还想斩杀特使 这是羞辱国主 大无尽之罪 谁给你 使尊吗 他使尊是谁啊 南宇战区统帅 断天降 他呀 放肆 暴装侮辱 使尊 你才放肆 看你是不想干 我现在就给国主打电话 你一个骗子 岂能知道国主的电话号码 哈哈 先许小智 不用那么麻烦 怎么 怕了 都这时候了 还吹牛呢 先许小智 自量力 你还能小场多久 哈哈 一分钟 行 我就给你一分钟的时间 本度帅今天 倒要看看 你能装到什么时候 哈哈 这个时候了 还敢大放厥词 这点 我小某 服你 哈哈 哈哈 刘家主 谬赞了 就这张嘴 还拿得出手 论吹牛 惊骇第一 哎呦 喽喽喽喽 恐怕是天下第一吧 我也是约人无数 正的奇葩 我是第一次见 哎 哈哈 赶快打电话找人吧 一分钟不过六十秒 已经过了二十秒了 别到时候 又说时间不够了 段天阳 还不配我主动的电话 你发一条信息处理一下 南宫将军 是不是和郑国王在一起啊 你问这个干什么 刚才南宫将军 发了一条信息 说 金海都帅于郑 助纣为虐 包庇家人 冲撞郑国王 不知道此条消息真伟 属下求证一二 什么 南宫将军 确实与郑国王一起 怎么做 你看着办 如果郑国王不满意 那本国主 也会不满意 整个战事殿 千语战神 十万大宗师 百万将士 都会不满意 属下知道了 你这 能把我发胆 别拉着老子 你说 小赞 装得挺像啊 人找到了吗 谁呀 哈哈哈哈 哎 没找到 那就继续打电话找啊 这一分钟 可剩下十秒了 哈哈 恐怕是找不到人了吧 哈哈哈 十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喂 师尊 师尊 我不敢 师尊 我 我不敢 说一分钟 绝不多一秒 现在可不 大哥 这这 怎么了 哎 金海孤帅徐阵 怎么 连保密小本都忘了吗 不敢 金海孤帅徐阵 建国先生 海景先生 高台为首 无论是非 资料大军诸咒为虐 你有什么脸求人 你给我一个人 什么都别说了 带着你的人滚 会有人去找你 是 是 先生 我被你害死了 过来 大哥 大哥 哎 现在 俺有谁不服 现在 俺有谁不服 事外生死 萧某 还是不服 各位 可还记得刚才所言 我们在场所有的人 资金累积已经万亿 要想封杀我们所有人 三分钟之内 必须赢三十万 师妹 大家 所有人 谁有这么大的能力 能够调动 这么庞大的资金 没错 大家没有破 你三个 就算是不小了 拿什么 让我们破产 没错 三分钟内 天下 没有人 能调动 三十万亿 泄金 就是 我方理 你与他们看 对 我龙诗烟看中的男人 要封杀你们何须三十亿 一句话足以 嗯 这是本小姐的男人 你谁啊 一会就说 我 帝京龙家长公主龙诗烟 谁敢气过男人啊 站出来 京都龙家 我朝第一大使家 龙家怎么来啊 京都龙家 我朝第一大使家 龙家怎么来啊 小小主 因为龙家 有十大战神作证 富可敌国 天下各国郡主王室 不敢请你招惹 国主 也得让三文 看见我国 绝无仅有的 旁人特务 总会看上 那个混蛋 知道竞争就好 否则 让你血剑五步 我帝京龙家 选中的人 岂是你们能够侮辱 再敢放肆一句 杀无赦 来人 献离 这些龙家你到 北域军报 卖了一条 都很斯人 流导 对七星体无人 初次见面 一些俗物 一不足道 还请先生 不要嫌弃 不够不够 先生说笑了 我的 以后都是你了 因为你 是我的 因为你是我的 男人 行走 这个混蛋 居然背着你 还是地底龙甲的人 难怪 既然敢大放厥词 也不要你给的一千万 就是找着下家了 决定有女人 我看错你了 一条金矿脉 价值何止千亿 见面礼 都能超过现场 所有人的身家底蕴 荣家势力 恐怖如斯 有荣家向着 让我的破产 一如幻常 好 他们身上 难怪让我许家三分之破产 原来 背后有地底龙甲乡 难怪天眼 对他逼我 难怪我大哥 归为毒帅 都不打不逼头 我都干了些什么了 虚甲 归体没救 虚甲乡 从今往后 今海 再无虚甲 我虚某 愿一死谢遂 陈先生网开一面 给我许家 留下传承血脉 小孩是不顾的呀 陈先生啊 品行纯粮 无恶行者 可活 对先生 对先生 还想试试 我生母 愿一死谢遂 陈先生 陈先生 网开一面 王某愿一死谢遂 陈先生 高抬贵手 张某愿一死谢遂 陈先生 高抬贵手 郭大愿一死谢遂 陈先生 高抬贵手 务必查明清白 不可错 更不可杀错 找个地方 相亲如何 也好 事该聊聊了 外面 人多眼眨 不如 去我下榻的酒店 长夜漫漫 我以为是时间漫漫的 也好 来路 等一下 宁总 有事吗 三年未见 你背着我找了他 我要是说 是今天才认识他的 得信吗 我不信 既然你不信 你还来找我干嘛 我需要一个解释 有这个必要吗 你少点打雅谜 一野天秀 你这个渣男 你明明对宁总有婚约 你还找其他人 难怪你今晚敢大放厥词 你照他的事是吧 一野天秀 你这个渣男 你照他的事是吧 你敢打我 我说错了吗 以前有男公战神护着你 现在又有这个荣小姐 说到底 你就是个躲在女人背后的渣男 有本事 你自己站出来呀 你也敢打我 不好意思啊 我有强迫症 看到你脸肿了一边 心里有点不舒服 现在舒服得 你什么你 就你凭什么在这说话 他将决 我战神 再敢废话 照他 我给你拼了 还好你的嘴 我武则 我帮你逢上 还是说 你也想尝尝 被打入地牢的字 你 杰天超 你今晚表现确实是很出色 我也想过 三年后的今天 你或许成为了大人 让天爷敬畏 让男公战神服从 凭自己的本事 镇压整个净汉女流 抬不起头来 不过今天看来 你只不过是自以为是 痴心忘想吧 我再说最后一遍 赵 是自己的事 三年前你是何等的骄傲 三年后的今天 就变得夸夸其谈 自以为是 就算你今晚出现风头 镇压整个景 还没留那又怎样 不过是靠女人吧 现在的你 让人失望我的心 我很庆幸 能够跟你解除混约 看在过去的份上 提醒你 做人终于要靠自己 做男人 更要挺直腰杆做人 你不过是一个只会 站在道德制高点上 谴责别人的蠢货吧 走吧 李先生 这位是 前女 哦 原来如此呀 谢谢你啊 像这么优秀的男人 这样给了我 蠢货 就你 怎么可能配得上叶先生 你说我们宁总配不上这个渣男 凭什么 就凭什么 明小姐 看来你对叶先生一无所知呀 要不要透露一点 让你后悔也 任不着 我宁毅然的男人 应该雄霸天下 高高在上 而不是躲在女人背后护脚 他这种男人 不值逗活 那真是太好 龙小姐 你贵为第一世家大小姐 身份何等子 而他 软弱无能 一事无常 他与男公将决暧昧不清 为何甘愿接盘 做人人厌恶的第三次 明小姐 我贵为第一世家前期 有着自己的骄傲和尊严 论 量 能力 建设 财富 都一不比一层 追求者呀 更是不知道有多少 可是为何 偏偏看见了叶先生呢 如果他能想通这些 就不会放弃 对哦 这个世界上啊 有两种病 无药肯 一种 最求病 一种 是蠢 叶先生 车来了 咱们走吧 叶先生 车来了 咱们走吧 无可救药 装什么装 还不是叫我们宁总不要的垃圾 一对蠢货 你 思雅 你冲动了 宁总 他们太欺负人了 连个随从都敢随便对咱们这要直手画脚 盛气凌人 即便是随从也是战神 因为我惹不起 你说 容小姐是邓高贵 若九天凤凰 自身条件更是无人能及 为何偏偏会选中她 龙总 你想说什么 会不会 咱们真的错了 天成她 不可能 一定是这容学 故随神区 她是第一世家大小姐 随便找个人家 岂不是一较大方 抬高叶天成的身份 才能显得自己有眼光 你是说 容小姐故意 算了 跟我们没关系了 叶天成 我一定会带着宁石集团 寄身一流世家 追上容家步伐 或许到那一天 你就会明白 人只有靠自己才会强大 软饭终归不成就 若那一天 你别弃出了我 流浪街头 我您依然依然会给你一千万 只求您回路 林总 国家世子也请 世子 敬酒再到 今晚的酒会 很精彩 可惜你那五百亿的订单拿不到了 你是谁 找我干什么 自我介绍一下 地精五家世子 五家未来第一继承人 国主准孙女婿 五级道 什么 怎么就是五级道 世子可是来救我们宁石集团的 既然都知道了 那就好办了 想不想一费冲天 平不清云 想 想世子救我们宁石集团 需要宁石集团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好 你 他聪明 我不喜欢跟蠢祸留劲 林总 我先出去吧 好吧 战神集团 京海分布 只给你五百亿而已 我 可以给你一千亿 但是有个条件 我家中缺一小气 没名分内容 能接受吗 以五世子的身份 身边并不去 我不认为自己值一千亿 这背后的风险 恐怕不小 不过 只要五世子能扶持我宁石集团 成为京海第一家族 那我宁依然 便答应 好 你不仅聪明 还他妈懂得取舍 我喜欢 好 京海是开发区最大的商业开发项目 预计利润 两百亿 你的了 那就 多谢世子了 哎 哈哈 喝茶 既然是详情就 就就就坐那 咱们走一下正规流场 你先还是我先 你是优先 如何 行 你 是做什么工作的 你搞那么大阵价 你不知道我是干嘛的 嗯 真不知道 那你家中长辈让我来 我就来了 职业保密 啊 行 那你问吧 不再问你别啊 你人我已经看到了 颜值和气质都符合我的什么 工作不方便说 他的就不需要知道了 我这边 不需要彩礼 不用买房 不用买车 因为 我都有 想必你一堆问题你问吧 你来找我是战人吗 爷爷特别疼我 他老人家无色的你 我就来了 你爷爷爷爷是谁 容易我 怎么证明它是你的 你老人家还真是 念念不忘啊 不过我的命是您救的 我的一切是您给的 就算你天塌下来的 也会护您随你周旧 知道这信上的内容吗 爷爷说不能拆开 还说你是大有本事的人 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能难得住你 还会娶我 所以我就来了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你果然很聪明 不过 你真的愿意帮我 以你荣家大小姐的身份 都解决不了的事 肯定不行 不过你放心 天塌下来 我给你带着 以你荣家大小姐的身份 都解决不了的事 肯定不行 不过你放心 天塌下来 我给你带着 太好了 爷果然没骗我 你就不怕我没本事帮你啊 不怕 我相信爷爷 再说了 能让林孝天敬美 让战神南宫黎臣佛 你绝对不见他 我可不是牛依然 不识真龙 说正事 爷爷病情加重 三叔跳出来勾结武家 想要争夺家主之位 当然这和我没什么关系 但是他想利用我跟武家联姻 这我可不答应了 我爸拦不住 所以 武家 武凡天不是死了 武凡天死了吗 不知道啊 不过现在武家 是他弟弟武修罗当家 传说想要突破战神境 这天下 除了战神殿店主 可无人能及 也不知道真假 我听三叔说漏了一嘴 这一次 武家与我荣家联姻真正的目的 是想壮大实力 问顶战神殿店店主 看来有人动了不该有的心思 要是没什么事的话就先这样 过几天 我陪你去他弟弟 啊 那个 嗯 你今天都这么晚了 你要不就 休想 哎 喂 哎你这 茶还没喝呢 大人 您没事吧 你说金钱地位权势真有那么重要吗 开开心心活着不好吗 对于我们这种战士而言 每天紧张的训练 不知道哪天就会战死沙场 自然渴望开心活着 可对于富人而言 不赚钱 就天天无所事事 加上身边各个富贵贤和耳鸣木染 自然渴望金钱 权势地位 所以啊 环境改变人 人适应环境 人类几千年历史 大抵如此 没看的都是通透啊 大人 借 警告大人 刚才接到断天涯的道庆电话 这话中有求情之意 您看怎么回复 私调大军最不可说 面在其一身实力 九点不易 叫为普通将军 束手边关十年 期间不得踏入国内部 是 大人 这国主秘书打了电话 说国主有事找您 您方便的时候回个电话 喂 惊喊的事我听说了 没想到徐震 居然敢私自调兵 你打算怎么处理 不说到底啊 住手边关十年 这个惩罚太便利了 既然你做出决定 那就饶他一命 找你是我家的事 听说荣诗烟 找你去了 国主的意思是 特情私密宗 吴家暗中拉鲁全臣 有不尘之心 此事交给你全权处理 看清其间呢国主 这些事能不能就别罚我了 臭小子 找打是吧 你不想 难不成让我这把老骨头上 五家世子五级到 去惊喊 我肯定会找你 你看这般 还有事吗 北梁王区帝京计较国书 你对外放话 这三个女儿 各个都是草原明珠 随便你选一个做了歉 三位都选有心 胳膊上能跑马的明珠了 让他们先回去吧 大人 还有一事 这东南长公主 西海神女 南欲圣女 不知从哪里听说 北梁王被放出的消息 都在朝地井赶来 想要与您联姻 让他们都滚 不然给他们东北面对去 是大人 喂 你大早给我打电话干嘛呀 大人 刚接到消息 您老家被人强拆 什么 马上派的车送我回去 是 这家人 好 你 南光临 我父母和村民都不知道我现在的真实身 你们几个就别跟着了 免得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您的安全 这天下有人能杀得了我 也好 我们就在原地等候 有需要 随时电话联系 准备了 准备了 开门 开门 我跟你说 你少给老子装死了啊 老子数了三 你还再不开门 我可就冲进来了 兄弟们给我喊 开门 开门 你们又来了 他又没有往好了 这个老东西 知道开门了啊 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 今天是给你们的最后期间 赶紧乖乖的把拆迁鞋也给我签了 此刻的话 你们不想退到外衍 不然房子趴着吧 哈哈哈哈 你们你们坏事作绝 会有报应的 我们又没多药 你们按照规矩补偿 就马上去 我咱们给你们脸了是吧 就一半 爱要不要 他老子惹毛了 一半都不给你们 你这是 太猖狂了 老老子 报警 你把老不死报警是吧啊 我让你报 我让你报 去 把狗鸡给我夹回来 老大他们就上次一样不出来怎么办 那就他妈给我买房子的 快去 我给你们拼了 你还不让我 快 快 住手 是哪个不长眼的敢坏我的事啊 快去 我给你们拼了 你这老不死干 跟我玩后的 我都给你们 啊 哪个不长眼的坏我的事啊 关你了 是天成 是我妈 我的儿子 哈哈 妈以为 以为你 哈哈哈哈 回来救 回来救我 儿子 让妈好好看看 三年了 我 妈 有什么话 咱们一会儿在说 他们是谁啊 是 宁氏集团派来的 说是要拆了盖商场 但又不按规定补偿 宁氏集团宁依然 是不是他不知道 他上次把你爸打得吐血 住进医院好几天才回复 今天要不是你即时看到 就再也看到我们了 宁依然 你怎么会憋着血在这儿 儿子 宁依然跟你有婚约 按理说 他不该这样 是不是另有隐情 儿子 宝 刚才你打的这些人 都是地方一霸 都是混混 我们家惹不起 你还是快走吧 你走快走 他们心狠熟了 你快离开金海 找个地方躲起来 妈妈 你们放心 今天有我在 我保证没有任何人 能伤你们一个 你拿什么保试 他们可是混社会的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你快走吧 是是 孩子 你 过来 你们他们都是死人的 你 过来 你臭小子 你敢打我 打你是情 我我不喜欢说第二遍 主 谁派你来的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标源的人 你敢打罪我 你们死定了 标你 知道厉害了吧 赶紧给我跪下磕头道歉 不然 我让你们尽量全家死亡 让你笑声 让你威胁 让你打我爸妈 让你为我一方 让你帮你採钱 哈哈哈 别打 别打了 我死了 说 谁让你来的 神明氏集团的二公子 还说看不惯你们 一定要拆你们家房子 而且只给一半钱 哎呀 我们就是他家办事 你就是喉咙我妈 现在给你的标也打进货 否则 我让他 我让我拿 哈哈哈 爸爸 你们放心吧 我能解决 三年没回来了 特别馋你做的红烧肉 好 儿子 妈这就做去 做什么做呀 我们无权无视的 你能打又怎么样啊 他们人多势众 你能打几个呀 赶快跑吧 再玩就来不及了呀 儿子 你还是走吧 妈 你们放心 他妈老大来了 咱们说开了不就好了吗 走 咱们记我手 记我手 记我手 不是 你这不是人 可不是好说话的呀 三哥 在干嘛 他们可不是好说话 在家吗 三叔 三婶 我上次跟你们谈的条件 考虑的怎么样了吗 你语气便宜别人 你倒不如照顾一下家人嘛 对吧 天真 你和那些餐现在有什么区别 给我滚出去 我不能这么说啊 三叔 我这不是看在咱们是一家人的份上 我都不会来的 你这 第一市场将六折的价格 买我们家院子 这不趁火打劫吗 买下后找缺钱手 看来你是有把握拿到全额补 中间四成 好手段 不过我们家的院子 不卖 不卖 不卖你们连一半的补伤款都拿不到的 我多给你们一声老戏探着风险的 那要是补伤款拿不到 我就砸到自己手上了 哎 要不是想着我们是一家人 你以为我愿意来参合这件啊 要是不愿意参合就别参合了 好 我倒要看一下你哪来的自信 你别回头来求我 我也倒是很好奇啊 你哪来的自信能拿到全额补补 除非 行 不不算了 他们凡是谁打我兄弟啊 哎 表姐你怎么来了 正好 他们这家人他们还准硬不可卖 您看 不可卖 那就别卖 兄弟们 把他们房子给我扒 别要是敢反抗 给我撕利他 兄弟们 把他们房子给我扒 别要是敢反抗 给我撕利他 哎 三叔啊 表姐都亲自来了 我劝你们赶紧签了吧 要不然 你别说补伤款 命都保不住啊 天诚 你不是随硬吗 我劝你好自为之啊 没人可以在表演面前嚣张 你要是不想你爸妈出事 你就赶紧签了 到时候别来怪我这个当个子 没有提醒你啊 现在后悔 晚了 想要赔偿口 过梦去 天诚 这个时候了 我看你这是不想活了 你三叔三婧 天诚不懂事 你们一半年间了 你们也不懂事啊 我劝你们赶紧过来跪下求饶 恳请表演网看一面 或许你们还有一线生机 否则你们这个家就毁了 爸 别听他们 你太冲动了 表演 您大人有大量 别跟咱们一般见识 只要您给咱们一条生路 协议 我们欠 你 不死 你跟我写表演 这是无药可救了你 别拽 表演 表演 你你干什么 对 麻烦 先生尽量 你怎么给他跪下了 不想死他 都给我跪下 你们这 天诚 他们这是 你认识我 离家当口 在下 跟天爷去口 林孝天的人 起来吧 在下 天爷坐下第二站架 书标 先生要是不嫌弃了哦 那叫我标子就行了 他是怎么回事 他说 能买下院子 让我安排 全额拆迁赔偿款 事情之后跟我28分账 好吧 好啊 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 我跟你没完 你联合外人欺负家里人 你怎么办不坏 娃娃 别生气 交给我来处理 那您家二公子 说一半赔偿的事又是怎么回事啊 确实 那您爸妈 敢猜 我们又不能真的下死手 所以 加上他主动找上门来 我就想合作一下 这才 请先生惩罚 这院子确实太破了 既然当地官府想要发展经济 要这是一块拆迁的话 我们也不好阻拦 影响了左邻右舍的生活品 不过是拆迁补偿款 一分不能量 那这样 高一市场价负费 您看 这样成吗 您还有涨价的学习 没有没有 那个 夺出来的是我私人补贴的 就当是 给您赔一道歉 求您 高财贵受啊 爸妈 你们觉得呢 这市场价这个情 他们 不占别人便宜 对对对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 这多出来的钱 咱们就当做医药费 还有精神损失费 我们也可以拿着钱换个好点 儿子 这样做有问题吗 没问题 没问题的 没问题 还愣着干啥 你拖拖拖拖拖 这是相关顾本出的 标准好组 绝对没看 您看一下 爸 放心吧 不会有问题 天 希望你们以后 不要再乱来 我们小老百姓活着都不容易 筋不起车的 是是 那个 您看 我现在去 又转账 怎么样 回去之后告诉联小天 把这个拆迁项目拿下来 每家每户 按照 比市场价 多一成的补偿款来补偿 是是是 走走走 走 走 这个项目不是民事集团在做了吗 你把它拿给别人 你依然来了以后你怎么跟他说呀 不用管 你俩是不是在闹矛盾 不用管 分开好分开好 你是不知道 街坊邻居的赔偿款都已是他家 不签字就打人 我们家更是只给一半 我不相信他不知道这事 这不欺压老百姓 这样的女人 咱们家高攀不起 万一她是真不知道呢 我看她不像那样的 刚才不是说了 是他弟弟指使 那也是他公司 他家人 脱不了干系 行了行了 咱们回屋里 回屋里 喂爸 三叔家的拆签补偿协议刚才下来了 五倍赔偿 怎么可能 一般的补偿款吧 别让人答应 我亲眼看到的协议都签了 他们家院子价值三百多万 五倍就是一千六百万以上发财了吧 你看 院子可是初相留下来的 不能让他们家独占 我马上把老爷子带过来 可要是三叔家他们不肯分怎么办 他敢 儿子总算回来了 都是你爱吃的 多吃点 哎 你这次回来 还走吗 瞧你说的 孩子大了 都是以事业为重 咱可不能脱后腿啊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不就是心里面 爸 爸 二哥 二哥二嫂 吃饭了 哎呦 这么多好吃的 嗯 香 今天正好吃饭 爸这 天真回来 是大好事 咱们一家人 吃个饭 庆祝一下啊 天诚 听说 你吓得标言那家伙 认熟呢 而且 那个 补偿款 还搬到五倍 你说我呀 哈哈哈哈 哎 老二老三 这补偿款 你们一家一半 有意见吗 爸 我没意见 全听你的 爸 李一鸣 啊 您这分法 不合适吧 怎么 我说话不好吃了 啊 我还没死呢 这家伙说了算 啊 就这么办 爸 我没别的意思 您先别着急 咱慢慢说 你没别的意思 你一边板着个臭眼 给谁看啊 啊 我没有 你没有 没有就好 如果有了 那就是无效 当心老子 把你从书府里给挂走 爸 您怎么可以这样 老三 你家什么时候轮到女人说话了 爸 我不是 不是 老三 让个探 这钱 给还是不给 啊 要不 咱在商量商量 还商量啥呀 啊 你都想做哪三天 把我气死啊 没有 爸 您太偏心了 当年分家 这个院子值一百多万 我们可是拿了两百万 给二个家买商品房 还送了一套家具 他们家可是一分没出 现在要来分补偿款 我不服 不服 你不服给我鞭上 这是叶家 叶家我说了算 你上去挂呀 一脉 话不能这么说 分家 说的是 只是你们住 并不是 产权也给你们 这个是主宅 怎么能给你们家 我也不想要这么多 一半就够了 再说 天天马上要结婚了 没城没房 对方 是不答应的 也不然叶家 喝点香火 他敢 和我们家天成也要谈婚论家 也要花钱呢 不是有 一千六百万吗 一身一半 也有八百多万呢 这样吧 爸 跟你们住一块 啊 有什么事了 你和爷爷 搭理搭理 帮帮忙的 爸跟我们生活 我没意见 穿不长款 不能这样分 给你免的是吧 啊 爷爷 你要是再拍桌子的话 他可就倒了 到时候谁都没饭吃了 那可以说话 轮得到你插嘴吗 啊 就是 这我大侧的 一点规矩也不懂 亏的还是当兵的 或者啥 没晓得 上下准备吗 大侧子 话可别乱说 传出去 让人家笑话咱们老爷家没家教 老弟啊 咱们爷家 爷爷才是家族 爷爷说什么就是 你才出去几年啊 你不会连这点规矩的忘了 算了算了 都给我闭嘴 都别说了 小兔宅的 没什么意思 是什么意思 我们家穷 这桌子要是拍坏了 可没钱换新的 当年为了给二伯家买房子 我们家可有不少钱款 我当年没钱上大学 找二伯家借 二伯可是一分钱都没借 现在有脸来分比偿款 行 那咱们就好好算分账 要不你这么说 不是不肯 当时确实穷 没钱借 天成 你说这话就让人寒心了 我当时可是留你吃了顿饭 是留我吃了顿饭 你们家的剩饭剩菜 那味道 我到现在都记得您的好 你记得好就行 当年家里穷 不是没办法吗 是啊 我和我爸一走 你们就出国旅游去了 是怕我和我爸回来 再找他自己 你这孩子 那不是奖励天宁吗 我父母的起来 年儿无限了 行了 这些鸡毛算不清的事 还现在有什么用啊 啊 还有没有家教了 补餐款的事 什么分 听完我做的办 做什么劲啊 支付宝道账 一千千百万元 是不是老三家的补餐款到了呀 支付宝道账 是老三家补餐款 可以我把主机拿出来看一下 这补餐款 不是不是不是 你看 快点 哎呦快 是真的 好多个礼物 哎呦真的 你给我出去走 哎呀好嘞 哎干什么打我啊 这是你配看的东西 爸 把手机拿好了 这笔钱啊 谁也拿走 什么事 这个家 还容不得你做足 爸 管管你爸 这事要是弄了 丢了叶家祖宗的脸 你们这些老一辈的要是不在乎 那我小一辈的也无所谓 什么跟你说话的 就是 这么大个人了一点都不等事 看我们家天宁多等事 你这个当弟弟的 他跟天宁学这俩 别没他没小的 哦 学他联合外人 如何骗取长辈子钱 说八道信不信我揍你 哎呦呦 爸 你二哥要揍我 你同意吗 我是二伯长辈 就是天津地义 谁也说我不成 妈 既然爸不管事 我来管 妈 既然爸不管事 我来管 你管 你想账坏不成 老二 你做啥 我今天倒也看看 他们说出个什么理来 爷爷 二哥 这烦事呢 讲究一个理 既然你们不想承认这当年分家的事 也行 那就把我们当年给你们的两百万贩费还给我们 对 还有这 加剧 加在一块 二百 三十 没问题 凭什么呀 那是你们给的又不是借的 你的意思是说 给了你二百三十万就可以平分拆现款了 没错 给了钱的话 那当年分家的事 自然也就不算数了 于情于理都没问题 但是要是不赔钱 那可不行 而且 还不能从拆现款里扣 一把事为一把事 你到底当家的 退给他 天成 你真是 好 钱 你咋给你了 可以分了吧 先生 一共一千七百万啊 我刚刚可是听清楚来的 两家平分的就是八百五十万 可不能少了啊 当初分清楚 免得以后出乱子 爷爷 咱们这个不得分四份啊 你不得留一份给自己当养老 为什么分四份 爷爷 两点事 还有你来管吗 没错 我们家养 你们还像以前一样 每个月多给点赡养费就行了 刚刚不是你们说 让爷爷跟我们一块生活吗 赡养费都 你们就按照我们给你们那么多给就行 不用不用 爸还是跟着我们生活 毕竟习惯了 别冒起来 快分钱吧 爷爷 确定不分一份吗 我分一份 那分一份还是三份了 怎么变成四份了 大姑不也是我们家人吗 不应该给他一份啊 嫁出去的姑娘用不着 就是 嫁出去的女人 脱出去的谁 不能再发现对我们那么好 你们简直是没良心 好好好 别说了 啊 三份就三份 老大嫁出去就不用给他 爸你这是 爷爷 分三份 我们家就分不到多少了 我到时候我拿什么给您娶孙媳妇啊 爷爷 要不就分两份 反正到时候二伯家要是不养您的话 这不还有我爸呢嘛 立淳 我什么时候不管他 先生你挑个理解 上个家人感情 哎呀 确定 这次 咱可得立自语 也没用出现什么纷扰 上 立自语就立自语 哎 这些我一共三百三十万 每人一百一十万 免得说咱贪得我 哎哎哎 等一下 不是一千七分万 整个变成三百三十万了 没错啊就是一千七百万我听得清清楚楚的 你们别想骗人啊 你们想多干 快跑不行 骗人 你想干什么 爷爷 这拆迁补偿协议上写的清清楚楚 拆迁补偿 三十一三十一 白这黑字 你们要是不信我 我可以拿出来给你们看啊 不管那么多 刚刚明明收到一千七百万 别想耍了 是一千七百万 但 谁告诉你都是补偿款 为什么写的三百三十万 明明就收了一千七百万 我只认这个数 我又自分这个数 爸 老三家也太心客了 你可要主持公道 爷爷 这事我不同意啊 只能分一千七百万 抓好的 你当你想干什么 咱们这刚刚签的协议里边 经济书都都写着呀 是分 补偿款 三份 一份一百一十万 有问题吗 他拖出来的是 给我们家的医药费 和精神损失费 它是赔偿款 不是补偿款 凭什么分给你们 撒谎 想多赞 还都没有 爸 老三家这么玩 我可不答应 你可要主持公道 房仔 别怪我以后不赛养你 我们玩什么了 高赚什么了 这协议上明明白白 写的是三百三十万 是你们想赚我们家协议才是 我家男人抹不开脸面 不想跟你们闹 我可不怕你们 妈 没事 有我呢 没错 我儿子回来了 你们别想像以前那样 占我们家便宜 这一百一十万你们要不要 不要 我懒得转账 老三 你家 过分的 你非要这样吗 爸 你说句话 房子 别怪我了 爷爷 这分法 我不服的 你要是不出来主持公道 我可就不认您了 老三 你儿子不懂事 你也不懂事了 今天必须把所有的钱拿出来分了 要不是我今天撞死了你屋里 让街坊邻居抽你的几两瓶 哎 表爷您怎么来了 你也不说一声 我好出去外面公营吗 哈哈 表爷大家光明 您是同学生活呀 哎 请上座 老三 媳妇 啊 网快呀 嘿 表爷能来 那可是我们夜家呀天大的面子 哈哈哈 表爷 你怎么来了 有没有个准备 真是不好意思 没事 上次的事情有安排了 爸 这位就是江湖上鼎鼎大名的表爷 精彩手作天爷 归下第二战将 可厉害了 上次答应说给天宁安排精力 这次啊 正来通知的 我们老夜家的 都跟冒起烟了 好好好好好 咱们天宁 就出去了 表爷 老酒有你了 供应表爷 你这规矩都不懂 你们快去供应表爷了 你这规矩都不懂 爸妈坐着就好 他还不配让你二楼站起来 放手 怎么跟非人说话的 就是得赦了表爷 害得我们家天宁丢了工作 我可不答应 哎哎 表爷 表爷理事 我做事要经过你 哎 不看不看 让开 先生 冒昧来访 还请先生出嘴 表爷 你怎么还给他信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先生 这些人对你出言不敬 要不要处理一下 爸 您觉得算吗 总结都是一家人 既然我爸说算了 那就算了 跟他们说说 拆迁补偿款多少 是 拆迁补偿款一共三百三十万 多出来的 就算是医药费 和精神损失费 确实少了点 天黑之前 我还能掉到三千万 若不够 先生您说的数目 两日之内 我一定就说服着 什么 怎么会这样 反正都是赔偿款 那何必分那么清楚 爷爷您说的 不管怎么样 这些钱 就是因为车一天得来的 必须拿赚全部分了 看来你们还是没有看清局势 看来你们还没有看清形势 也罢 之前你们欺负我们家 欺负习惯们 现在一时也不好看 不过从今往后 是再敢向我们家招手 我就对你们不客气了 放手 你不客气 你试试 原本一直忍着 想跟家里人 和和气气吃的饭 既然不想吃饭 那就走便吃了 臭小子 你敢掀桌子 你疯了 老三 咱咱你儿子 天才 你怎么在这样 简直是大力不大 你怎么能顶撞你爷爷 没大没小的 简直胡闹 儿子 干得漂亮 什么叫顶撞 什么叫胡闹 你不关心我 儿子关心我 为我撑腰怎么了 这个气 我早就受够了 爷爷 本来我想念着勤奋 不去追究以前的那些烂事 还给你们每个人 都准备了一份大理 看来现在是用不上了 你们这些人 在我们家被暴力拆迁的时候 不想着念着 是一家人过来帮忙 这叶天林还联合外人 想要谋取我们家的愿呢 好 赌偿管现在有了 你们现在一个个 又跳出来评分 评分也行 可是竟然还要把我大姑给插 你们真是丢进了老叶家的脸 放 有什么这个时候长辈 老大 这就是你管家的认识 爸 儿哥 天神说的话虽然难听 但也不是没有道理 要分 大姐那份不能少 你还敢听嘴啊你 爷爷 说话不用那么大声 听得起 不上话也不用什么评分了 三百三十万我都信你 我们家不要 你想给谁给谁 妈你相信我吗 你这孩子 说什么胡话 妈还能不信你 好 那这三百三十万的补偿管 你都转给他 我给你换一个更好的房子 报应牌 好 支付宝到账 三百三十万元 这么多钱 保持人不安全 我具体保管 老公 补偿牌 一千七百多万呢 对对对 爸 数目不对呀 老三 这数目不对呀 你的家什么时候轮到 女人和孩子做出了啊 你拿出你男人的威严 好好管给他们 不能这么分 妈 看来这个家 咱是带不下去的 爸 你是留在这 还是跟我们 数目不对 你不能走 臭小事 敢找一个试试 我打电话 今天这钱不分好 就不能走 先生 你先找 这点小事 交给我们的处理 你不能走 走 表演 你 谁敢动一下 废了 你看你 就知道委屈求全 逆来顺手 结果呢 他们不仅不念你的好 反而蹬鼻子上脸 今天 要不是儿子在 我非被他们欺负死不可 嘿嘿嘿 笑笑 就知道傻笑 妈 我爸家在中间 还蛮座的 咱就理解理解他 傻过了 咱就过了 看在我儿子份上 我不跟你计较 还是我儿子厉害 今天 给出去三百三十万 收回当初的二百三十万 这一进一出 差了一百万 但是 大头保住了 更重要的是 出了我这几年 心中的恶气 妈 爸 彪子过来找我 肯定是有事 我过去找他量量去 好 去吧儿子 嗯 高马来找我什么事 邱先生 就是天鹰 天鹰安宁的分割 这厉害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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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抓起来 我们出手的 地精 一家世子 以及到着随身保镖 据说 也是战胜期的高手 人现在还在厉害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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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决天鹰 多带这些人 把我给你带到天公一号 好伤害 我去看看 明白 东西现在出手 好东西 看来就你知道 需要这铃铛 天鹰 你这金铒 哎 拿上卫生的 你没看见这么多大人物都来了吗 把你的东西拿开拿开拿开 你这脏水要垫在我身上 你一辈子的工具都忘了 对不起对不起 我马上走 臭 回去 这张老师真是你啊 天成 你怎么在这 我过来办点事 您这是 退休了 闲不住 赚一点 睡一点 帮孩子减轻的负担 张老师 这样 咱们留个联系方式 以后有事 您找我 今天晚上的话 我请您吃个饭 好好 儿子 我怎么看着这个人这么面熟 他是不是叶天成 是的 叶天成 你昨天是不是欺负我女儿了 张老师 要不您先回去 别惹了一身麻烦 慢着 我让你走了吗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 当年要不是张老师 让您依然成绩突飞猛进 才能考上大学 你就是这么对自己的爱人 不可能 我女儿天资聪颖 就是没人辅导 照样考上学 何况 她本身就是老师 这是她的职责 好了 别给我打岔 说 听什么欺负我女儿 欺负我姐是吧 信不信我找人弄死你 欺负我姐是吧 信不信我找人弄死你 你的事一会儿再说 你给张老师道歉 凭什么 她是一个打扫卫生的 我为什么要跟她道歉 宁家马上成为京海一流家族 我妈就是京海阔泰 而我马上成为京海大少 给她个搞卫生的道歉 她配得上吗 算了算了 一点小事办不着 张老师 有些人就是你越对她好 她越蹬鼻子上脸 这个事交给我来注意 你要弄死我 我给你脸了是吧 当年追我姐舔着脸各种讨好 现在长本事了 还有 这三年你死哪儿去了 我去干什么了 你姐没告诉你吗 也就是说当年我为了救你姐差点死了 我们全家人都不知道 我们凭什么管你的四伏啊 说 你凭什么欺负我女儿 这位女士 有什么事好好说 刷开了就好 我让你好好说 这是宁氏集团 我宁家的地盘 如果是我宁家找的一个清洁工 有什么资格将嘴上做事 张老师你也敢打 我要跟没记错的 当年张老师也是你班主任 打我 跑来 跑来过来 等一下 等一下 你们在干什么 赵斯雅 你少管现实 你跟谁来来跑 我一直要弄死你 怎么了 都不敢上了是吧 要下 赵斯雅 别动手 赵斯雅 你什么意思 这宁氏集团都是我家的 你怎么敢宗旨我儿子报仇 我母 那个男人 你随便辞职 但是他不能断 他是将军 明少跟这些保安都不是他的对手 咱们不吃亏打你 那 我管他是什么东西 敢动我儿子就不行 你敢打我 打你都是亲的 你服 你 好吗 难怪你一回来就欺负我女儿 原来你是找了一个国理精啊 你死定了 我一定会告诉一人 让他帅了你 不够 刚才那只手打我的 自己跺下来 让我跪在我面前 啊 你个老太婆 敢管我 我让你跟我过 不想好过是吧 好啊 我证据你 让你打张老师 让你打我爸 让你暴力牵牵 让你竹签补偿管 让你其他百姓 打我 啊 我儿子 我儿子 还是拍笔军打人手 我叶天诚 你敢打我儿子 我给你拼了 儿子 我儿子 我叶天诚 你敢打我儿子 我给你拼了 大人 如何处罪 救人要紧 这两个垃圾 回头处理也不迟 你派人把张老师送过去 务必保障安全 老师 把你收起 你小心 天诚 是我连累你才对 你自己要小心啊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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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 没事吧儿子 不站住 混蛋 我一定让你不倒死 小诚 你告诉我女儿 不得骚吧 不明上 你们先去医院看看 今天的事我一定会告诉我 请你不讨回公道 儿子 请你医院 别留下什么后遗症 快快 所有的事情 按照事情 喂妈 怎么了 什么 好 好我知道了 马上过来 世子 叶天诚和南宫将军过来了 他打了我妈和我弟 叶天诚我自己能处理 南宫将军有些棘手 您可得替我做 来得正好 我今天 我今天 就把他和林秀天一并给 你 不过这南宫里 倒是有点本事啊 不过本世子 有信心把他讲 不可怕 今天我还带来了一位战神 顶风 拿下门屋里 不准委屈 至于那个什么叶天诚 今天 就让他这 哪有 他怎么来了 这下可以好戏看了 我还就不信了 地独有你家在 他还能翻个天不正 人家势力强大 但你势力高兴 武家势力掏天 君政两界 谁不得结合面子 就算国主也很一样 原谅一二 我听说 武家世子是国主的准孙女婿 不知是真是假 而有这层身份 容家也得低头 看他这么猖狂 二位 翻身就在今晚 咱们要拿出姿态 力挺武家 偷迷 南宫将军 您身份特殊 值得敬佩 我不敢得罪 但是他 不行 一个满口大话 不知尊卑的人 哈哈哈哈 没死 不想死的让开 南宫里 松榜 林笑天 我保了 谁反对 林笑天 我保了 谁反对 好大的口气 你做了什么东西 没有南宫战神 护着你 没有容家给你撑腰 你什么都不是 除了口气大 脾气大 是 没错 自己强大才是真男人 靠女人护着 帅什么东西 有本事 自己站出来 单条转合 敬海民众 你敢 有地形武家在 我看 南宫先生 怎么护着 至于容家 我看 今晚没来吧 不会是 看穿那里的本质 像拉筋一样 把你扔了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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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属下该死 没能治理好境 你不要看戏去吧 谢谢大人 不过 对付他们 还用不着大人出手 请大人为属下有机会 也对 他们确实是不知道我们是什么 谢谢大人 武家 无权结束我的职务 我帮他们非法绑架 罪不可赦 国主 不愧轻饶了他们 我还是金海手作 你们头上的天 有谁不服 天爷 您还是金海手作木槿 但是 我们又没有违法乱纪 你们拿我们怎么样 总不能都帮我们抓紧 你莫屈有什么罪名 老婆 男女 就针动大了 天爷 底下位置 还做得到 哈哈哈哈 天总 您可以管我们 前提是我们没有违法乱纪 今天在场的各个都是金海的名流 我们既没有违法乱纪 又没有偷税漏税 您拿什么给我们 不会真给我们扣上莫许有的罪名吧 有五家在 谁可以 书位 对不对 是吗 那 我战神集团分布的身份 反正我许家也破产 怕你 这 姐爷 姐爷 不是不是女 好吧 怕了 徐家主 萧家主 魏家主 三位好 大独一封 昨天的清算还没开始 今天五家一来 你们又跳出来 以为五家能否住你们 好 那 咱们就试试 喂 我要萧家和魏家 三分钟之内破产 听 这何至于耻 何必能听 我们针对的是他 不是你 好大的口气 大家放心 金海 只要有本师子在 没人敢动手 分毫 就算之前的俗如所 我五家 一定帮你 找我回来 四伙大根 若师父帮我套回家 总经网 我徐家 回五家 马上是斩 好好说 来 说 师子 我徐家 与战士集团合作教程 这个全眼 还要断我徐家生路 师子 你得帮忙啊 师子 我魏家同战团长 战士集团 天爷出手 魏家 绝无红 在场的 所有民流 都会受到前面的 你看 您只是公道 还金海 你得帮忙去 让师子守护道 师子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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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请放心 在今后 只要有我在 没人能够支手支天 诸位所求 不过选择 大家 少问我走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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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在本师子 年纪如此相当 跪下来请退 我堂堂金海首座 请贵你 绑架制 必于你清算 我告诉你 这个世界上每天 都有很多人 不爱死 我不知道 你 还有没有命 见到我 你敢谋杀金海首座 动我下试试 你还没有记得 你 你就是南宫连啊 听说你是暂时静 比活比我 不封高地直乐生死可敢 哈哈 有胆是 我心 我这个人呐 向来 年乡西域 分生死 就算了 这样 如果我输了 这里的事情 该不成事 我要死人了 家中缺一个小妾 怎么样 怕死就怕死 别找冠冕堂皇的理由 哼 年轻一代 谁能比得过 你 是 是 他不是战神吗 啊 战神也分高地 哈哈哈哈 天爷呢 他 区区的一个文官 手入腹肌之力 你感觉 我能看得上他 哈哈哈哈 那太好了 诗子 就是他 让我虚假破产的 只要他能死 方能消我心头之恨 请誓死 成全啊 你来吧 啊 谢誓死 老叔 等个礼 你不是要战吗 来 大爷 请一句我 接取激将法 就让你情绪过当这么厉害 教你一个道理啊 要想杀人 先诸心 再取名 是 你不敢就不敢 你找什么借口 南宫里已经认怂了 他不敢了 林肖天 你还想吹死人 挣扎一下吗 跪下 老子可以考虑 饶怒命 我还需要挣扎 笑话 好戏 刚刚开始 喂 什么 破产了 请狮子救我小家 世子 我温家愿意为武家 马手是山 请世子出手相助 请世子出手 请世子出手 好好 好你个林肖天 敢 你 忤逆你又如何 在金海 没有人敢忤逆 更何况你林肖天 可我已经忤逆了 要不杀了我 看国主会不会拿你偿命 你死了 来呀 世子 建神 给我宰了他 世子息怒 区区 金海守座 杀了 就杀了 你制裁吧 起码还能跟你 能够权势 怎么 自己不敢动手 怕你发麻烦 让剑神背过 也对 战神归战神殿管 剑神杀我 国主不好追击 你武家 在战神殿 有一定话语权 可以掩盖过去 真是好心急 不过你错了 大错特错 你要是敢拔剑 必死 笑话 杀死你 就跟年始一只蚂蚁 一样叫我 你该不会以为 南宫离会救你 随民 你好大的胆子 本剑神要杀他 你区区一个中 战神 是蓝 里边呆着 否则 不要亏我对你 剑马五目 萧萧目 你闹够没有 天爷和南宫将军 对你处处维护 仁至一尽 你还不跪下求饶 强者的世界 就算你拿命玩 你也玩不起 惹怒世子 道歉 必须死 麻烦 否则 你连出手的机会都 我玩不起 你知道我这三年 都经历了什么吗 放眼着天下 有无人敢在我的面前发戒 你简直我可就要 凌总 你还跟他说这些干什么 你俩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 让他去死吧 世子 你想说什么就说 你想做什么就做 不用考虑宁总的改善 看到没有 你的女人对你都失望头顶了 当我宰了南宫里林向天 下一个就轮到你 看在怡然的份上 我可以让你选这种死法 怎么样 就算是你爷爷武凡天都得跪下跟我说话 你算个什么东西啊 放眼着天下 能杀我的人 还没出声呢 他羞辱我爷爷 找死 建神 给我宰了他 南宫里 不是我的对手 退后 否则死 好大的客气啊 干上我呢 五家世子 五级道 好大的威风啊 加上我身旁这位战神呢 不知道能不能让世子放下重剑 离开境海 据我所知 你跟剑神是一名 都是战神到终极 而我身边这位刚好也是 加上南宫战神 二比二 彼此无有之事 不如就给我荣江一个面子吧 你怎么固定 看来 世子还有其他地盘 不愧是如脚地盘 既然如此你都知道了 那就退出吧 你要知道 在近海 我五家想办的事情 没有人可以说 五家霸道名不虚传 不过 你今天要是敢提到 我敢肯定 五家灰飞烟灭 哈哈哈哈 哎 好大的高气 我今儿倒是来看看 谁 能让我五家灰飞烟灭 在场上各大家族的家族 都有着各自隐藏的高端实力 一旦启动 就算战神来了 也离他不了 确实 说得不无道 从实力来看 四位战神一旦开仗 二比二 短时间内很难坚持 这大家族 与天元特立方抗抗 总得是五五之数 他可以趁乱脱身 皮脑的自行 可本世子 还有天生护卫队 四大公司十大参加 就算战神来了 也论一段 是问 还有心 保住我 其实呀 那些以无以为傲的能量 在别人眼里看 笑话 根本都不需要火不火 和男后离出手 你杀不了 老高 我来晚了 你 你还好吧 有个跳梁小丑而已 无妨啊 哈哈哈哈 哎我说那么 怎么拒绝跟我五五强联姻 原来是看他这个小白脸 是吧 那他今天 更逮死 健身 是 给我挡住火风火 的路面片刻 谁是这个混蛋 敢弄我家大人 先从我的尸体上 快过去 哎呀你不是对手 我来 健身 动手 嗯 嗯 世子 你没事吧 你 你 居然一场飞了我的行为 怎么可能 你到底是谁 你呀 没资格知道 是吧 世子的行为被飞了 我来我来 没想到他是个狗 这这这怎么可能了 你怎么你不是说他你你我身穿马里这 他怎么这么厉害 一定会是假的假的 你是说五级道假装通血假装晕倒假装修为被废这我没说 林小姐你昨天说我识恩不明被他给骗了 那现在呢 做何感想 一个抬手就能把战神修为给废掉的男人 是不是后悔了 我 你 哎 要不你现在再教教我 怎么选择 一万 对 一定是一万 三天不见 就算他修炼一步可能有多厉害 怎么可能是世子的对手呢 嗯那现在呢堂堂战神剑修为竟然会被人意外打伤 还是说 世子故意被打伤 我不知道 你别再问了 现在明白了 识人不明的是你 将天底下最好的男人拒之门外的也是你 啊不过我得感谢你 否则怎么会轮得到我呢 对吧老公 哎嘿嘿啊 想了别提了 收拾完他们咱们还得回地去 好啊好啊 现在 你还有什么底盘 不可能 这不可能 我要杀了你 杀了你 这谁 要给我不惜一切代价的战胜 是 你刚才只是大爷 并非不是对手 带我来斩杀你 堂堂战神 你是报国也就罢了 你竟然还助纣为虐 你该死了 你是什么东西 竟敢喝死本战神 十一年啊 还不赶紧跪拜电阻令 电阻令牌 你怎么会有战神殿电阻令牌 怎么 还敢违抗电阻令 十一鸣不敢 拜见电阻令 火疯狂 拜见电阻令 不可能 你怎么可能有电阻令牌 你到底是谁 电阻令牌是什么意思 他们他们至于吗 假的 一定是假的 这不可能 我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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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的 狮子确定了 他一个被人抛弃的废话 怎么可能有电阻令 哦 我知道了狮子 他这个人最喜欢说大话 假冒电阻令不是没有可能 要我说 他一定是撑不住了 拿出来个假的 装腔做事 想要吓唬咱们 我也觉得狮子 我和他是同学知根知底 他不可能会有电阻令 一定是假的 如果不是假的 那就一定是偷的 看着 好像是真的 当然像真的了 现在造假技术多强大呀 连钻石都能造假 还有什么不能造 大 臭小子 冒充电阻令怎么 挡住救助 本来想亮出令牌 老女 既然不信 那算了 好凤凤 保护好 你家小姐 无妨 有你在 这世上谁还能上呢 哼 也对 那退后 拍戏就好 是 既然你们不信 那咱们就手底下进真章 谁先受死啊 哼 你敢废了我的修为 拔了一堆屁 最将你错误 腾灰 杰森 替我宰了他 放心 冒充电阻令 天下在人人的耳术 他死定了 看我奔雷剑法 杀 看我奔雷剑法 杀 战龙咆哮 天主令是真的 这怎么可能 什么 这竟然是真的 这怎么可能 林总 这怎么回事 杰森大人 你确定是真的吗 电阻令 很有假 令还不假 那就是偷的 一个满嘴大坏 只会吹牛的人 怎么可能 蠢 谁敢去店主令 盗取店主令 你把大家害惨了 公开 是一名冒犯店主大人 罪该万事 什么 杰森大人 他真是 战神店店主 他是不是店主 我不知道 我也没见过店主 我命还是真的 见令还不见店主 怠慢 杀无测 快跪下 请罪 我又不是修炼者 不归战神店馆 他又没犯什么错 我凭什么归 你走 他真是你说的那个 无用的钱男友 你 我真的是战神店店主 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真是战神店店主 怎么会这样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令总 你问过我这三年都经历了什么吗 你给过我机会告诉你吗 不 你不在意也不关心 昨天我们见面 你给了我什么 难道你忘了吗 我没问你 你就不能说吗 我要是说了的话 你信 令总 你说你需要你的男人强大 我说我足够强 可以护你走得更高 更远 也是怎么办 我 我说配得上你 你又是天空大 你笑什么笑 你是不是个男人 你又总是个女生说你去怎么了 你是男生 他都不应该绕着他吗 这里最该死的人就是你 挑拨了一件目光短去自以为是 要不是你再从中挑唆 你依然也不会如此果断放弃大人 你别以为你在背后做的那些事情没有人知道 没少将你依然的消息卖给罗霸道换取高额回报吧 你你却狗喷人 证据确凿 有什么话跟有关部门解释吧 你你污蔑我 我说的都是真的吗 怎么可能是真的 我跟了你这么多年 是他 是他挑不离间咱们 就你这些小鸡俩 骗得了这个蠢女人 骗不了我 一共收了七次共计三千六百万 出买商业情报三次 最后一次大人上门的时候消息被泄露 否则这罗霸道怎会突然找上门 不 我没有 我没有 你你污蔑 我说他说的是真的吗 我 手机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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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静静音也跟你这么多年 你居然怀疑我 我不敢 我辞职的了吧 李小天 在 派人将他抓住有关部门 得罪了大人还想跑 门都没有 明白 他怎么能这样 我那么相信他 跟您家爸爸 我开心 我开心 世子 我们走 离开京海 回地京 囡囡 大人没说走 别都别想搞 这已经五家世子 身份显赫天下无数 五家又如何 你依然 你对世界顶级权费一无所知 昨天你还大言不惭 说大人和你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反过来想也对 你确实跟大人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行 他自称属下 你真是战神殿殿主了 已经不重要 你走吧 这儿不设本 武器道 你可知罪 那要怎样 我 我主准训分离 decis 你不能杀我 鸣 你不能杀我 鸣 你死定 我一边去 他不能杀你 你又算个什么东西 有电阻令又如何 如果我要是没猜中 你手里那个电阻令 是电阻暂时借用给你 你别拿鸡毛灯令件 杀 甭想的 电阻他可能会出面保护 笨 什么意思 这个时候打电话来 是不是 郭主 是郭主的声音 和电视里一模一样 你真要郭主的电话 你真是战神店店主 来 说句话 发生什么事了 郭主 我 我是武器道 这里有人要杀我 电车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郭主 这武家意图染指惊骇 绑架金海首座林孝天 带着剑神十一鸣来杀我 还说 是您的准孙女婿呢 不能杀他 这武家 真是好大的威风 放肆 我什么时候拨了个准女婿 我怎么不知道 原来是撒谎啊 那样 这罪名不是又只要加一条了 干保家金海首座 好大的胆子 相奏反不成 努力从严 狂中处理 全权负责 无论涉及到谁 都不能姑息 处理完速来递经 你真的是店主大人 店主大人 我错了 我不知道你是店主 都是他 都是他 他供应我 他指使我这么做的 我跟你往日无严 进入无仇 我没有理由针对您的 店主大人我错了 你 你饶我一命吧 哈哈大人 你 世子 你怎么可以诬蔑我呢 昨天你跟我说 是强者的世界 就算我拿命玩也玩不起 今天我把这句话 原封不动的还给你 回去吧 这真不适合你 我是不是像个小丑 这一切的背后 我也有错了 要不是三年前 我让林啸天暗中帮助你 你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更不会被欲望迷失了双眼 回去吧 就当是一场梦 从今往后 一别两宽 你不 你不得走 生死啊 你给我咋了他 退后 都给我退后 退后 都给我退后 你说的对 自己不够强大 确实不能往强者的世界里应急 否则就会逃破血 应该是怎么死都不知道 你如现在 我真的很后悔 昨天你说的一千两九只给我买后悔药 可是这世界上哪有什么后悔药 真的很怀念以前跟你在一起的时光 废话 废话真他妈多 走 没有人可以威胁我 我跟东西想试试 我马上咋了他 我爸不会饿了你 我武家正不会放过你 我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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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爸 来者何人 如此大的气质 我什么苦 气势别人 身份绝不一半 父亲 您终于了 志泽 他是您父亲 那岂不是武家家主 咋没有救了 青海徐家徐泽民 公赢武家主 青海魏家魏祖堂 公赢武家主 什么 地均武家家主 那不是我们有救了吗 公赢武家主 公赢武家主 小姐 他怎么来了 怎么办 怕什么 以我的使命 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更何况 他还带来两大从事事 安全起见 咱们还是先走吧 要走你走 咱自己喜欢的男人 也不错 妈 羞肥被废了 就是这个混蛋干嘛 啊 还有杀了我 是谁 是谁 一边待着去 等会儿再找你算账 马上把人给我放了 冯泽 死了 你少对我大呼小叫的 我父亲在此 你要再跟我多说一句废话 我宰了你 我宰了你的女人 修罗路 赵沙谱 既然认识我 就该知道我的脾气 跪下 你算个什么东西啊 马上让你儿子放人 否则我不建议让你白发 人 你敢 哪个有人敢修住我我家 儿子 杀了他 是 目前哈哈哈哈 走死呀 哎是 好不好他 他还想当你一样生命救我 我去把他都丢了 我真爱死 杀了 杀了我儿子 给我一个不杀你的理由 还想杀我 念你修炼不义 给你两个选择 一 驻守边关 勇士不得踏入国内办法 二 战杀当场 选 让我来选 那我什么身份吗 你的身份在我眼里不足一体 放肆 电阻令令牌 电阻令牌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的身份 你没资格知道 选 让富克帝国强强如云 拿什么来屈服啊 只为你是战神殿电阻 早已突破战神境 拥摸涅槃境门槛 杀你一足反掌 武家主 可认识我 若荣家 散尽家产 招募高手抗抗 果然来惊慨 为了他 荣家地区财富雄厚 遭遭天下高手的资本 但 死到一定的场 不是你金钱所能抗亡的 和汉镜下 战神如龙 再多也没用 一般 一上 同家 远远 你如果没有其他的实力 受死吧 若 加上这个呢 弓礼 你怎么在这里 这又是何物 若 加上这个呢 弓礼 你怎么在这里 这又是何物 弓礼 胡家主 现在够吗 那又如何 你杀了我大日子 必须偿命 看来你是选择死在这 成全你 不过才摸到了涅槃金的门槛 而已就敢如此嚣张 出招吧 不然你没有任何机会 这下可有好戏看了 听闻 武家主身不可责 无人能抵押 杀了这个混蛋 咱们救救了 还能投靠 地精武家 一日出天 那龚将军 他 有把握吗 怎么 开始关心他了 没别的意思 就是 就是 可是他何时让你失望过 你说的对 一直以来都是我自以为是 有因无主 怎么 你后悔了 这个不行 他现在是我的了 你不出手 我可出手了 无量化新 只捏盼 敬大臣 这怎么可能 我选择重手变关 求大人网克一命 对我武家流出血脉团成 这 这 什么 你假装 也跪了 这咱们 不是又没希望了吗 居然能押抚武修罗跪下 也果然理骗了 太好了 小姐 他真的 别忘了 丫头 跪下 不想死的给我跪下 大人 和院帅家中战胜一十八人 宗师一百五十人战将千余 从安排阵守边关 此生不再踏入国内半部 大人仿佛一条生路 伍佛一半财产全部捐给战胜殿 伍佛 大人四下 武家如何做才能活 如今战神殿正好需要资金来抚恤战士 交成你家九成家产 家中无罪者 可活 谢大人 去边关冒道吧 别自 否则我不建议扫平你们武家 鸡犬不良 再想不干 林笑天 金海的事 以后还是跟 别再让我失败 大人发生 并不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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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